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纸箱爷爷 我是一只破了的纸盘 以后都不会有用了 孩子 不要伤心 只要你能遇到需要你帮助的人 就可以获得新生 嗯 那我就找需要我帮助的人吧 刀子先生 我可以帮助你们搬家吗 好呀 好呀 看来你不能帮助我们 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哎 自行车先生 嘿 小纸盘 你好呀 我的轮胎坏了 我要找到一个圆形的东西来当轮胎 嗯 圆形的东西 我就是圆形的 我可以帮助你吗 来 试试吧 看来你不能帮助我 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剪刀 卡纸 你们好呀 圆形的 圆形的 嗯 有洞的 嘿嘿 终于找到你了 剪刀 卡纸 我是一只破了的纸盘 能帮助你们吗 嗯 当然了 我们一直在寻找你呢 嗯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嘿嘿 保重 给你来个大变身 我们走吧 欢迎来到 瞧瞧瞅瞅瞅 本栏目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红果果 大家好 我是绿泡泡 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任务 要帮助破旧的纸盘来变身 小朋友们愿不愿意帮助它呀 愿意 好的 那究竟会把它变身成 怎么样的一个作品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起来看 今天我们要做的手工作品是 好玩的套圈玩具 啊 这个作品好有意思啊 把这个纸盘子变废为宝 说的没错 变废为宝特别的好啊 那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做手工的 还有两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叫王锦悦 今年八岁了 这是我的好朋友成少 大家好 我叫韩语成 我今年五岁了 欢迎你们 那今天叫我们做手工的呢 是我们的徐瑶老师 手工老师徐瑶 来自中介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幼儿园 那手工作品我们已经看到了 小朋友们一定都很喜欢 究竟该怎么做呢 别着急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寻找一下 所需要的材料 做手工找材料 我们一起找材料 找找找材料 找找找材料 工找找去找找 我的材料找到了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 纸盘 卡纸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澳木进口儿童牛奶 好 材料已经找好了 接下来徐老师赶快叫我们怎么做吧 嗯 我们先来帮小纸盘变身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个纸盘 用剪刀把纸盘的中间剪掉 我们的小纸盘就变成了一个小圆环 我们来帮小纸盘穿上漂亮的衣服 瑶瑶老师选择了蓝色 那小朋友们 你们想要什么颜色呢 黄色 绿色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圆环涂上漂亮的颜色吧 切封面 人类的阵子 亲 Portuguese 没头发 例えば 他们加坡 还得过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我们考一考场外的小朋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哪些是扇形的呢 红座奶奶在这里 这个是扇子形状的 扇子是扇形的 说得太好了 一定要留心观察身边的生活 好 那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老师一起来做吧 好 剪好之后 我们将卡纸卷一下 请双面胶来帮忙 粘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小朋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形状吗 追脚 对了 那长颈鹿身上还有漂亮的花纹 下面我们用棕色的卡纸 来做长颈鹿身上的花纹吧 长颈鹿的身体我们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来画长颈鹿的头 长颈鹿的头 长颈鹿的头我们就画好了 下面我们用剪刀把长颈鹿的头剪下来 下面我们还要用双面胶来帮忙 把长颈鹿的头粘到他的身体上 长颈鹿就做好了 老师用同样的方法还做了其他的长颈鹿 我们一起来玩吧 我的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的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做的和老师不太一样 我做的是小猴子的一家 然后这个套圈的装饰呢 我稍稍改动了一下 用毛根还有这个扣子来装饰 效果也很不错 我来套一个试试 来一二三 好的 再来一个 没关系 已经很不错了 好 来看绿泡泡的 我这个是鳄鱼的一家 怎么样 也很酷吧 好可爱 我的这个套圈呢 是用的吸管 把它剪成了一段一段来装饰的 同样让我们来试一试 好 一二三 走 还是套中了 对 看一看 套一套鳄鱼宝宝 好 好 看看小朋友 做的也是长颈鹿是不是 好 来 套一下试试 弟弟先来吧 好 来 姐姐也来试一下 都成功了 来被自己追不上 做的都很棒 那今天这个手工作品呢 我想小朋友们一定都很喜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个作品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将纸盘中心的部分剪掉 变成圆环 第二步 给圆环涂上颜色 并装饰一下 第三步 用卡纸做出长颈鹿 这样好玩的套圈玩具 就做好了 好 开始来 今天的手工作品呢 非常的好玩 相信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一定也都学会了 那我知道呢 在场外 还有小朋友和老师们 也带来了他们的作品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一起来做作吧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玩吧 生气 瞧瞧手 快乐 咚咚咚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玩场地 手工老师李嘉诚 来自美丽的 自美丽的 早上 竟然太眉矩了 什么 无数 现在 都不会 得到 此里 什么 我们的两位小朋友 表现得也很出色 他们将获得我们栏目提供的奖品 本栏目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弹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 提供 恭喜你们 那今天也要谢谢我们的徐勇老师 谢谢您 谢谢 好 最后呢 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十指拇指梦胖 十指双指并楼 做把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我们下期再见